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人民帝面临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资本外流压力 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回国参加战争 特朗普攻击普拉特否认泄露美国机密 更多美国顶尖大学将停止给校友子女提供入学名额的做法 我们最年轻的厨师已经60岁了 香港消失的点心 请大家收看 怪人 特朗普攻击普拉特否认泄露美国机密 悉尼先驱晨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否认了他向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东尼 普拉特透露有关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非公开细节 并与伊拉克领导人进行了私人对话的指控 纽约时报和60分钟的联合调查 揭示了普拉特做出这些指控的秘密录音 特朗普将这些录音称为假新闻 并坚称他与普拉特的对话集中在经济发展上 普拉特通过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马拉格花费数十万美元的会员费和活动费获得了接触特朗普的机会 周六夜现场主持人 Bad Bunny与Pedro Pascal Lady Gaga和Mit Jagger一起带来了更多的客串演出 雅虎 流行音乐家Lady Gaga于10月16日在周六夜现场 SNL中客串出演 他继续了歌手泰勒斯维夫特的脚步 后者在上周介绍了一首歌曲 Gauga利用他的客串出演来介绍表演者Bad Bunny 这位波多里一个说唱歌手还得到了权力的游戏演员佩德罗 帕斯卡和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的帮助 我们最年轻的厨师已经60岁了 香港消失的点心 周末阅读推荐 南华早报 本文简要概述了该出版物报道的几个故事 包括 一 香港消失的点心文化 年轻一代对成为点心师傅不感兴趣 二 在以色列 加沙战争中 亚洲地区的担忧和关切 包括对美国的忽视和对穆斯林的待遇的担忧 三 因为看起来年轻的亚洲 TikTok明星的故事 他已经63岁了 他如何保持年轻的外貌 似中国和卢旺达之间关系的加深 以及跨文化夫妻在他们的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五 意味在美国走红的中国童星的崛起 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回国参加战争 南华早报 尽管以色列的战争局势不断升级 但预备异军人仍在从世界各地前往以色列并加入战斗 这些预备异军人是以色列军方召集的 他们从美国 英国等国家返回以色列并参与战争努力 其中许多预备异军人是志愿者 有些人已经被派遣并丧生 这发生在以色列宣布冲突的下一阶段 很可能是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 以色列发誓要摧毁哈马斯 后者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动了袭击 造成了1400人死亡和数百人被劫持 尽管以色列的动员全球反应超出了预期50%以上 但全球舆论对以色列的行动是否合理存在分歧 警方调查在学校温室发现的男子死亡事件 悉尼先驱晨报 沃尔本的杀人侦探正在调查一名男子的死亡 他的尸体被发现在一所学校的温室里 这名男子大约二三十岁 非洲人 周一早上被一名学校工作人员发现 侦探们呼吁提供该地区的行车记录一录像以协助调查 目前死因和男子的身份都不明 该学校林戴尔中学 周一照常上课 家族财富 遗产招生的终结 金融时报 约翰或普金斯大学校长罗恩·丹尼尔斯预测 更多美国顶尖大学将停止给校友子女提供入学名额的做法 丹尼尔斯在2020年取消了自己大学的校友子女名额 并认为其他学校也会效仿 校友子女名额备受争议 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 阻碍了社会流动性 然而 辩护者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大学社区和筹资 校友子女名额不仅在长春藤盟校中普遍存在 也在美国许多其他私立和公立大学中存在 在今年6月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后 这个问题再次受到了关注 该裁决推翻了平权行动 教育部随后对校友子女入学进行了调查 表明取消这一做法有助于维持多样性 包括卡内基梅隆大学、阿莫斯特学院、 魏斯里学院和明尼苏达双子城大学在内的几所大学 最近宣布不再考虑校友子女在入学中的因素 而其他一些大学,如莱斯大学,正在考虑采取同样的做法 志愿者感染寻找债塔疫苗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 成功地将债塔病毒感染到人类志愿者身上 之前,这种受控人体感染模型被认为过于危险 但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了这项研究 并称其具有科学重要性 在这项研究中 20名女性志愿者被感染了两种病毒株 并监测其感染迹象 这项研究将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债塔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该病毒会导致感染母亲所生婴儿出现严重的先天缺陷 中国在增加炼油能力的同时动用原油储备 路透社 尽管进口量有所下降 但中国炼油厂在9月份第二次在三个月内 从原油储备中提取原油 因为他们加工了创纪路的原油量 由于国内需求和燃料出口增加 需求激增 炼油厂在7月和9月调用了储备 原油价格上涨也减少了保持高水平原油进口的动力 中国的炼油厂一直在积累储存的原油 这使得他们能够以高速运行工厂同时减少原油进口 中国人民币面临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资本外流压力 彭博社 资本正以超过7年来最快的速度离开中国 给人民币增加了压力 中国的货币监管机构报告称 10月份国内银行向客户出售了金额194亿美元的外币 是自2018年11月以来的最高金额 银行还代表客户向海外汇出了金额539亿美元 是自2016年1月以来的最大阅读流出 高盛表示 9月份的净流出达到约750亿美元 是自2016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 比8月份增加了近80% 这些流出正在导致人民币走弱 接近今年的低点 以色列在夜间袭击加沙和黎巴嫩 内塔尼亚湖召集将军们开会 路透社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 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 据报道 加沙的袭击目标是该地区的中部和北部 导致多人死亡和受伤 加沙的卫生当局表示 自以色列轰炸开始以来 已有至少4600人丧生 以色列已在与加沙的边境集结坦克和部队 准备进行地面入侵 美国已警告该地区的利益风险 并派遣了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力量 以遏制与伊朗有关的势力的袭击 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哈维尔米莱未能在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获胜 为报 阿根廷财政部长塞尔吉奥 马萨意外赢得了该国总统选举的第一轮 击败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哈维尔米莱 米莱的支持者希望他能像2018年巴西的亚伊尔 伯尔索纳罗那样取得震撼性的胜利 米莱承诺废除阿根廷的中央银行 并远离中国和巴西他以30.1%的选票获得第二名 马萨和米莱将在11月19日的第二轮中再次对决 英国否认对恐怖分子社交媒体内容采取宽容态度 悉尼先驱晨报 英国科技部长米歇尔、多内兰要求社交媒体平台 解释其删除恐怖主义内容的程序 英国的在线安全法案即将实施 该法案可能对公司的收入处以高达10%的罚款 并监禁其首席执行官 欧盟最近向TikTok、Meta和Apps、前称Twitter发出信函 要求他们就其平台上的仇恨言论、恐怖主义内容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提供书面解释 多内兰还警告称 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尤为令人担忧 特别是因为其未来的影响是不可预测的 恒大 2.2亿美元的赌注、失败的仲裁和破产案 南华早报 中国最大的企业债务人 中国恒大面临香港债权人TopShine Global Limited提起的清盘申请 该诉讼定于10月30日审理 而恒大在此期间已多次延期 已完成与离岸债权人重组200亿美元的违约债务和索赔计划 TopShine Global寻求从2021年3月与恒大的失败投资中 收回17.3亿港元、2.2亿美元的本金和利息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是关于特朗普的新闻 他被指责泄露机密并否认了这一指控 不过 这种怪人行为在特朗普身上并不罕见 他总是喜欢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接下来是关于周六夜现场的新闻 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是让人期待的 这一期有Bad Bunny、Pedro Pascal、Lady Gaga和Mit Jagger的客串演出 无疑给观众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 然后是关于香港消失的点心文化的报道 年轻人对成为点心师傅不感兴趣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而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中 亚洲地区的担忧也在增加 人们对美国的忽视和对穆斯林的待遇感到担忧 接下来是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位看起来年轻的亚洲TikTok明星已经63岁了 他如何保持年轻的外貌呢? 还有关于中国和卢旺达之间关系的加深 以及跨文化夫妻在他们的关系中面临的挑战 还有一位在美国走红的中国童星的崛起 另外,以色列战争局势升级 预备一军人从世界各地回国参加战争努力 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行动 尽管以色列的行动是否合理存在分歧 还有一条关于墨尔本的调查 警方正在调查一名男子在学校温室的死亡事件 目前死因和男子的身份都不明 此外,约翰或普金斯大学校长预测 更多美国顶尖大学将停止给校友子女提供入学名额的做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 因为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 在科技领域 约翰或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 成功地将债卡病毒感染到人类志愿者身上 这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开发债卡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 最后是关于中国的新闻 中国的炼油厂在增加炼油能力的同时动用原油储备 这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和燃料出口的增加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币面临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资本外流压力 这对人民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看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最新消息 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地带 准备进行地面进攻 与中央情报局有着深厚联系的乌克兰间谍 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暗战 俄罗斯法院将美国记者的拘留期延长至12月5日 美国再次警告 将在中国船只撞击马尼拉船之后 保卫其条约盟友菲律宾 从监狱到白宫、爱丽丝、玛丽、约翰逊的旅程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最新消息 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地带 准备进行地面进攻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地带的目标 为预期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坦克和部队已经集结在加沙边境 空袭行动也加强 以减少下一阶段冲突中对部队的风险 随着以色列还瞄准了被占领的西岸、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 人们对战争扩大的担忧也日益加剧 以色列军方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消灭了黎巴嫩的8个基金分子组织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消灭了20多个 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警告真主党不要发动战争 称这将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 与此同时 欧盟外长会晤讨论帮助援助抵达加沙的方式 特别是为发电和供水的海水氮化厂提供燃料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表示 目前的援助运输不足以满足加沙人民的需求 美国总统乔拜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等世界领导人重申支持以色列自卫权 并呼吁遵守人道法保护平民 他们还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人质 并为加沙的需要提供持续和安全的食品、水、医疗保健和其他援助 紧急援助物资终于抵达加沙 但人道机构表示这些援助完全不足 迄今为止 只有不到35辆卡车进入加沙 以色列没有允许携带任何燃料 有限的援助不足以满足加沙人民的紧急需求 他们面临着没有水、食物、药品和燃料的严峻局势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警告称 如果没有燃料将无法供水、运作医院或向需要援助的平民提供帮助 联合国表示 每天至少需要100辆援助物资的卡车 以防止加沙的人道灾难进一步恶化 与中央情报局有着深厚联系的乌克兰间谍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暗战 华盛顿邮报 据安全官员称 自2014年俄罗斯首次占领乌克兰领土以来 乌克兰的间谍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CIA已将乌克兰的苏联形成的情报机构转变为对抗莫斯科的强大盟友 提供先进的监视系统 培训新兵并分享情报 CIA在基辅保持着重要的存在 乌克兰特工曾两次轰炸连接俄罗斯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的桥梁 将无人机驾驶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 并在黑海中炸开俄罗斯海军舰艇的船体 乌克兰的间谍机构已对俄罗斯官员 涉嫌与乌克兰合作的人员 前线军官和俄罗斯深处的著名战争支持者进行了数十次暗杀 俄罗斯法院将美国记者的拘留期延长至12月5日 路透社 俄罗斯裔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瓦·奥斯科尔瓦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之声RFRL工作 他的预审拘留期限已延长至12月5日 库尔瓦·库尔瓦被指控违反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法 因为RFRL是由美国国会资助并被俄罗斯指定为外国代理人 库尔瓦·库尔瓦的律师认为法院的决定过于严厉 计划提出上诉 美国国务院认为这起案件是俄罗斯政府骚扰美国公民的又一例 美国再次警告将在中国船只撞击马尼拉船之后保卫其条约盟友菲律宾 多伦多星报 美国发出警告表示如果发生武装攻击将保卫菲律宾 此前 两艘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被中国船只阻挡并发生碰撞 菲律宾打算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ACON 关于一项拟议的非侵略协议的会谈中提出对中国船只危险操纵的警告 菲律宾和其他中国邻国一直抵制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领土的主张 从监狱到白宫 爱丽丝 玛丽 约翰逊的旅程 周一晚上 爱丽丝 玛丽 约翰逊站在爱丽丝维尔金星会教堂的朋友们面前 身穿一件五颜六色的外套 五年前 约翰逊从联邦阿丽丝维尔城教所被释放出来 此前他一直在那里服刑终身监禁 后来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给予了他特赦 这个男人伤透了我的心 拜登的阿拉伯裔美国支持者开始离开他的身边 雅虎 美国总统乔拜登面临着阿拉伯裔美国人 穆斯林及其进步盟友的愤怒 他们认为拜登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的反应不均衡 并未推动冲突缓和 一些人甚至威胁要在下次选举中不支持拜登 在哈马斯袭击之后的第一时间 拜登表示对以色列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 拜登在袭击几天后的一次重要讲话中 对巴勒斯坦人只字未提 只是说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和自觉权利 并将巴勒斯坦平民当作人质 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领导人认为 这并不足以向公众明确表明 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平民 最近 拜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多次表示 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并对巴勒斯坦平民表示关切 他和他的高级助手还亲自向以色列施压 要求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地带 包括在他访问该国期间 巴基斯坦法院起诉前总理伊姆兰 汉泄露官方机密的指控 多伦多星报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 汉因泄露官方机密被起诉 可能面临死刑 汉和他的亲密助手沙阿 马哈茂德 库雷西将在本周接受审判 如果被判有罪 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项指控与汉在不信任投票后 在集会上发表的演讲 和公开一封机密外交信函有关 汉的律师对闭门审判提出了异议 并声称他被剥夺了公正审判的权利 中国表示 美国关于与菲律宾船只相撞事件的声明 无视事实 路透社 中国外交部指责 美国无视中国和菲律宾船只 在南中国海发生碰撞的事实 此前 美国发布声明称 中国海警违反国际法干涉菲律宾船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 美国发布违反国际法的声明 指责中国攻击中国的合法权益和执法行动 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对质在南中国海是常见的 因为两国都在该地区主张领土主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吧 首先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持续升级 以色列战机继续轰炸加沙地带 为预期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这场冲突不仅令人担忧战争扩大的可能性 还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情况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人们对于加沙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援助物资的运输不足 燃料短缺 水 食物 药品等基本物资匮乏 局势日益严峻 其次 乌克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深厚联系引人关注 乌克兰间谍机构与CIA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共同对抗俄罗斯 乌克兰的间谍机构已经进行了多次暗杀行动 对俄罗斯官员及其支持者发动攻击 第三 俄罗斯裔美国记者阿尔苏 库尔玛舍瓦的拘留期限被延长至12月5日 他被指控违反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法 这起案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的关注 第四 美国发出警告 表示将保护其条约盟友菲律宾 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与中国船只发生碰撞 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第五 爱丽丝 玛丽 约翰逊的故事令人动容 他从监狱走到白宫 五年前获得特赦 现在成为了一位社会运动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中总有转机和希望 最后 拜登面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和穆斯林的不满 他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中的反应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他的态度不够公正 然而 最近他的态度有所转变 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关切 这些新闻事项的背后 涉及到地区冲突 人权问题 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 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 思考如何为和平 稳定和公正的世界 做出贡献 现在请观众朋友们发表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我期待着与大家进一步的互动和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平渡公安 正调查青岛啤酒三场小便事件 即将对外发公告 一屋子青丝老师 安徽破获网络水军案 机房2.6万部手机 女子称荣耀手机灵晨自然 致其烧伤 中国垃圾邮件伪装虚假信息攻击 针对特鲁多和波利夫雷 全球事务部表示 技术团体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促进半导体行业发展 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请大家收看 平渡公安 正调查青岛啤酒三场小便事件 即将对外发公告 新京报 关于备受关注的山东青岛啤酒三场 一名工人疑似爬进原料仓小便事件 10月23日 新京报记者联系平渡市公安局 了解进展情况 对方表示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稍后就会发一个对外公告 有媒体报道称 视频拍摄者与疑似小便的相关人员 当天被平渡市公安局控制 青岛啤酒也在情况说明中表示 已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 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针对上述信息 新京报记者10月23日联系平渡市公安局了解到 目前平渡市公安局正在进行调查 稍后会发布对外公告 平渡市公安局方面还告诉新京报记者 具体情况暂时还没定下来 但应该很快了 请稍等一下 女子称荣耀手机凌晨自然 致其烧伤 澎湃新闻 近日 消费者杨女士向澎湃质量官投诉平台反映 今年9月20日凌晨5点 她的荣耀又是手机突然冒烟自然 在铺就期间意外造成脚步烧伤 幸亏当时铺就及时 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当日 杨女士联系荣耀官方客服反映手机充电自然的情况 对方表示需要回收手机进行检测 检测后 荣耀官方回应 该设备是因外力损伤电池导致的电池热失控 并非产品质量问题 对此 杨女士存有意义 她认为事发是在凌晨5点左右 当时她并未使用手机 不可能存在外力损伤 杨女士要求荣耀官方能对事故手机进行第三方检测 若去系产品自身问题 则应对她进行赔偿 记者时18日联系荣耀官方客服 对方表示该事件以交由服务经理跟进处理 杨女士介绍 2021年12月16日 她在苏宁易购无锡长江北电购买了一部荣耀六式手机 2023年9月20日凌晨 她在床上休息时对手机进行充电 凌晨3点左右 手机显示电量还未充满 杨女士便没有切断电源 但一个多小时后意外发生了 杨女士说当天凌晨4点50分左右 她正在充电的手机突然喷火冒浓烟 发生自燃 手机自燃产生的火星点燃了被子 音物和附近的其他物品 杨女士一家发现手机自燃之后 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及时灭火 救火期间 杨女士脚步意外烧伤 当日杨女士在无锡市惠山区中医医院诊断为足底烧伤 9月20日上午 手机自燃事件发生之后 杨女士便联系了荣耀客服 客服表示需要回收手机进行专业的技术检测 当日荣耀工作人员便上门回收了自燃的荣耀六式手机 并与杨女士签订了不拆机检测委托书 经检测 荣耀官方回应 该设备是因外力损伤电池导致的电池热失控 并非产品质量问题 对此 杨女士存有意义 这个回应很奇怪 当时我是把手机放在被子上充电的 当天也没有磕碰手机 怎么会是因为外力导致电池损伤呢 杨女士向荣耀官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并询问能否再次提出申诉 重新寻找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 但荣耀官方并未采拿 此后 荣耀官方给出燃机报告 这份荣耀终端服务报告显示 手机故障为不能开机 电池外观类故障 鼓包肉叶腐蚀 并被注为外力损伤电池 导致电池热失控 并非产品质量问题 杨女士不认同此结果 接到杨女士的投诉后 10月18日 澎泰新闻联系了荣耀官方客服 对方表示该事件已交由服务经理跟进 后续将联系杨女士进行处理 一屋子青丝老师 安徽破获网络水军案 机房2.6万部手机 综合新闻 安徽警方破获为网络直播间提供虚假人气的网络水军案 逮捕24名涉案嫌犯 查获涉案手机2万6千余部 据安徽广播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星期天10月22日报道 安徽宿州荡山警方近期成功打掉13个为直播间提供虚假人气的网络水军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 查封涉案机房窝点13处 依法扣押涉案手机2万6千余部 作案电脑6台 涉案资金流水900余万元人民币约170万新元 报道称 经依法查明 2022年以来 犯罪嫌疑人陈某、陈某、庞某等通过购买大批量手机建立机房 控制多个互联网账号 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关技术 对作案手机进行模式化操作和改造等 利用微信群聊接取需求单 并按照需求单要求 准时给直播间增加人气 他们并在直播间停留相应时间 为带货直播间提供非法引流服务 达到涨粉、引流的目的 制造爆款、抢单的假象 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限中 他们并在直播间停留相应时间 为带货直播间提供非法引流服务 达到涨粉、引流的目的 制造爆款、抢单的假象 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限中 中国垃圾邮件伪装虚假信息攻击 针对特鲁多和波利夫雷 全球事务部表示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政府指责中国政府在8月和9月期间 进行了一场针对议会成员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 其中包括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保守党领袖 皮埃尔、波利夫雷 这场名为Spamful Out的活动 旨在阻止议员批评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 该活动涉及使用深度伪造视频和社交媒体账号网络 来放大宣传信息 加拿大政府已通知社交媒体平台有关这一活动 导致许多活动和网络被删除 技术团体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促进半导体行业发展 多轮多星报 半导体行业领导力和创新加拿大行动网络Civicon 呼吁加拿大政府支持该国的半导体行业 否则将面临人才和企业流失到其他国家的风险 Civicon认为 加拿大有机会在半导体领域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增长和量子计算的进步 该组织敦促政府资助成本效益高的制造业 为扩大规模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并支持半导体工作人员的发展和留任 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宣布开发出一种新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表面材料 此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该材料在波浪骑士飞行器上进行了测试 保持完好无损 并且在测试飞行期间允许无线信号自由进出 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可重复使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 使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飞行更长的距离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报告 美国在高超声速技术方面一直存在困难 热损伤是一个主要障碍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访问中国 热衷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 外交官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向中国保证 无论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 他的州将继续成为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纽森此次访问中国正值中美关系 近年来因贸易争端 台湾和人权问题而恶化 纽森的行程包括访问北京 上海和其他中国省份 他将与中国领导人签署 关于共同承诺气候目标的协议 州长的议程还包括讨论文化联系 打击仇外心理 经济发展和旅游等议题 独家消息 HIG资本考虑出售体育媒体权益管理公司 Sport5消息人士 路透社 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私募股权公司HIG Capital 据称正准备出售体育管理机构 Sport5 HIG已聘请花旗银行来探索出售这家钱拉加带儿体育业务的可能性 该公司负责管理世界游泳锦标赛等赛事的媒体权益 该公司希望利用Sport5最近的成功来实现资本化 除非市场状况恶化 否则出售可能会在明年进行 Sport5在各种体育项目中 管理赛事 媒体权益品牌和赞助销售 并在15个国家拥有1200名专家的网络 该公司的目标是 明年实现超过5500万欧元 5800万美元的核心收益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起诉前总理伊姆兰 汉泄露机密文件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 汉正式被指控泄露官方外交电报 去年被罢免的汉一直面临一系列法律案件 他声称这些案件旨在阻止他参加2024年的选举 他最初因腐败指控而入狱 但判决被推翻 改为因分享国家文件而被羁押 这项指控与汉声称的一份电报有关 他声称这是美国阴谋推翻他的证据 并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美国和军方都否认了这一说法 海军因为担心间谍活动 而终止了在军舰上雇佣中国洗衣工的传统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海军因担心潜在间谍活动 而终止了雇佣中国洗衣工的长期传统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 中国洗衣工一直在英国舰船上工作 但现在将被尼泊尔的古尔卡人取代 据报道 这一决定是出于对北京方面 可能通过威胁洗衣工的亲人 获取机密信息的担忧 此举是继英国国内安全局局长 最近发出警告称 中国正试图窃取英国的核秘密之后的 又一举措 至少有四名中国公民 仍在英国皇家海军工作 但据认为 他们之所以通过了审查 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已经搬到了英国 在双十一之前 苹果的iPhone15在中国电商网站上打折 南华早报 在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之前 新款iPhone15系列已经在中国电商平台上以折扣价销售 在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上 iPhone15和15plus的售价 分别比官方零售价便宜了约800元和109美元和900元 与此同时 拼多多以5198元的价格销售基本的128 即iPhone15 比零售价便宜了801元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 iPhone15系列在中国的销售表现较前代产品较弱 首17天的销量下降了4.5% 在阿根廷选举中 挥舞链锯的民粹主义者被推进决选 英国独立报 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哈维尔·米莱 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重要支持 进入了与经济部长萨尔吉奥 马萨竞选的决选阶段 米莱是一位经济学家 他提议用美元取代阿根廷底索 阿根廷目前的通胀率为140% 马萨是中左翼的佩隆尼斯特党成员 自2019年以来一直执政 马萨的竞选重点是警告选民不要支持米莱 称她的计划将对社会福利项目 教育和医疗保健产生不利影响 马萨表示将向其他政党成员呼吁支持她的决选 米莱将自己塑造成反对国内外邪恶社会主义势力的斗士 她反对性教育、女权主义政策和堕胎 并不相信人类对气候变化有所贡献 根据第一轮投票结果 米莱获得30%的选票 马萨获得36.7%的选票 决选将于11月19日举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包括青岛啤酒三场小便事件的调查 荣耀手机自然事件的争议 网络水军案的破获 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的突破 加州州长访问中国的合作意愿 HIG资本考虑出售 Spot5 巴基斯坦前总理泄露机密文件案 英国海军终止雇佣中国洗衣工传统 中国电商平台上的iPhone15打折 阿根廷选举中民粹主义者的崛起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青岛啤酒三场小便事件的最新进展 平度公安局表示 他们正在进行调查 并将很快发布对外公告 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希望公安机关能够严肃处理 给大家一个交代 接下来是荣耀手机自然事件的争议 一位消费者声称他的荣耀60手机在充电时突然自燃 导致他脚步烧伤 荣耀官方表示 这是由于外力损伤电池导致的 并非产品质量问题 消费者对此存有意义 要求进行第三方检测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真相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一些其他新闻 包括破获的网络水军案 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的突破 加州州长访问中国的合作意愿 HIG资本 考虑出售Spotfire等等 这些新闻都涉及到不同领域的发展和合作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化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你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期待与你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突发 王毅本周访美形成曝光 王丰张子怡终于回应离婚 成年人共同的决定 青岛啤酒尿皮风波 内部人士透露警方行动详情 加州州长在前往中国的旅程开始之际 向大家保证 他的州将始终是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西班牙开设了一家审查艺术博物馆 美国正处于全球战争的边缘 请大家收看 青岛啤酒尿皮风波 警方已控制相关人员 综合新闻 10月20日 青岛啤酒三厂被报有工人在原料仓小便一事 引发外界关注 当日晚间 青岛啤酒600600上海 股价81.09元 市值1106.26亿元 官方微博针对青岛啤酒三厂的相关视频进行回应 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该批麦芽已经全部封存 10月21日 一位内部知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 视频中人员和视频拍摄者均是外用工 该视频拍摄场地并非网上谣传的青岛啤酒原料仓库 而是一个露天公众场所 可能是某物流程运商的运输车辆车厢 事发时旁边有不少人 但网友拍摄与上传网络的动机并不清楚 青岛啤酒方面在10月20日晚间发布的回应称 针对10月19日网上出现的青岛啤酒三厂的相关视频 公司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 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 目前 该批麦芽已经全部封存 公司继续加大管理力度 确保产品质量 欢迎广大消费者监督 作为食品企业 厂区内有很多摄像头 而事发地很静的地方也有卫生间 10月21日下午 上述内部知情人士透露 视频拍摄者与疑似小便的相关人员 在当天就被平度市公安局控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青岛啤酒三厂所在地的平度市市场监管局 也发布情况说明称 10月19日发现设青岛啤酒三厂的网上相关视频后 我举立即成立调查小组 进驻现场进行调查 并对视频所反映的该批原料全部封存 一经查实 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截至2023年上半年 青岛啤酒在国内拥有57家全资和控股的啤酒生产企业 两家联营及合营啤酒生产企业 规模和市场份额居国内啤酒行业领先地位 此次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少网友关心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和食品安全风险 不符合青岛啤酒灯塔工厂的形象 以及为生活创造快乐的理念 据青岛啤酒官方公众号中对青岛啤酒三厂的介绍 近五年来 青岛啤酒三厂经历了多次升级 年产能从2018年的75万千升月升至2022年的120万千升 基深世界级工厂 称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 生产效率最高的世界级智慧化工厂 公开资料显示 青岛啤酒三厂位于青岛平渡 前身为国营青岛北海啤酒厂 始建于1986年 1997年8月加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青岛啤酒第三有限公司 2012年2月 该厂被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设立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啤酒三厂 成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 纳入青皮母体工厂管理 2021年11月 该厂120万千升扩建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2019年 时任青岛啤酒三厂厂长刘德利 曾对媒体表示 该厂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灌装技术 其新双端洗瓶机 一批电子阀灌装机 集中加热节能式杀菌机 全变频输送系统均采用了最新核心智能技术 突发 王毅本周防美形成曝光 综合华尔街日报 路透社 华尔街日报 中医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将于本周访问华盛顿 为习近平主席与拜登 周拜登的旧金山峰会做准备 海底捞万元月薪招硕士传菜员后续 综合新闻 10月23日 餐饮企业海底捞公开发布了一则招聘启示 上面表示其在招聘传菜员 月薪为1至1.5万 要求为22至28周岁以内 学历为国家统招全日至985本科学历 或211硕士级以上学历 国外本科学历 POS排名前200 或硕士学历 POS排名前500 此招聘启示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 同日 海底捞内部人士告诉新浪财经 公司的确在招聘 但是人士写了错字 该岗位为管培生而非传菜员 相关招聘内容现已经更改 汪峰张子怡终于回应离婚 成年人共同地决定 综合新闻 影后张子怡与歌手汪峰两人在2015年结婚后 虽然婚姻不被网友看好 但两人总用行动证明打脸谣言 其料 23日一早就有狗仔爆出两人已经离婚 晋升几小时后 他们于23日下午发出共同声明 坦言经历了八年婚姻的我们 经过慎重考量与商议 决定解除婚姻关系 并表示这是两个成年人共同的决定 希望能得到大家理解 声明中也说 未来将以亲人身份共同抚养 陪伴孩子们长大 依旧是孩子们最信任的父母 张子怡感性表示 和汪峰曾经携手共度美满婚姻 这八年来也一起幸福地照顾家人 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 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 她认为现在只是换一种方式 让彼此更好的成长 但为了保护家人 也避免过多占用公共资源 以后不会再对此回应 张子怡和汪峰是在2013年 传出恋爱消息 2013年底 汪峰在演唱会上公开表白张子怡 两人正式官宣恋情 之后便在2015年结婚 汪峰有过三段婚姻 三个女儿 分别由三个女人所生 大女儿小苹果由葛惠杰所生 二女儿汪景怡由康作如所生 小女儿汪诗仪小明醒醒 则是和张子怡的解经 2020年 张子怡为汪峰再添一子 过去 汪峰和张子怡 不时会晒出一家甜蜜合照 如今一家融融景象不在 据圈内人透露 儿子将归张子怡所有 女儿们则会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加州州长 在前往中国的旅程开始之际 向大家保证 他的州将始终是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美联社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加文 纽森向中国保证 无论明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如何 他的州将继续与中国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纽森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期间 发表了这些评论 这被视为加强加利福尼亚州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种尝试 尽管近年来 中美关系因贸易争端和其他问题而恶化 但气候变化仍是一种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 纽森此次访问 引起了一些倡导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批评 他们对他决定不涉及人权问题 表示失望 西班牙开设了一家审查艺术博物馆 魏报 竞技艺术博物馆将于周四在巴塞罗那开放 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收藏品 包括约200件被审查的作品 这些作品包括了巴伯罗 毕加索 艾未未和罗伯特 梅普尔索普等艺术家的作品 涵盖了宗教 政治和消费主题等各种主题 博物馆的创始人塔乔 贝内特五年前开始收集这些艺术品 并用自己的资金支持了这个机构 美国正处于全球战争的边缘 英国每日电讯 据每日电讯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冲突 潜在地将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文章认为 伊朗是冲突是否升级的关键 该国资助并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警告说 伊朗的代理人可能会袭击美军 存在真正的升级风险 该专栏文章呼吁西方表现出坚决立场 坚定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 以遏制进一步的侵略行为 以色列和十一分之九的教训 金融时报 以色列必须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犯下的错误中 吸取教训 以避免重蹈覆辙 金融时报的吉迪恩 拉赫曼在文章中写道 拉赫曼认为 美国试图通过常规军事手段 击败恐怖主义的方法 导致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这是根本性的错误 他认为 作为一个处于敌对邻国的小国 以色列的错误余地更小 必须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 以防止另一代巴勒斯坦人 投身于与以色列作战 在印度对新西兰的比赛 因物天而停赛后 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谜音风潮 英国独立报 农物打断了2023年 印度和新西兰之间的 国际版球理事会世界杯比赛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许多梗 当低神的云层和薄雾 笼罩着喜马拉雅邦达拉姆沙拉的 HPCA体育场时 比赛暂时中断 印度最终赢得了比赛 但农物给球员和球迷带来了沮丧 HPCA的外场也受到了批评 球员们选择不跳水 以避免潜在的受伤 英格兰队队长乔斯 巴特勒此前在对阵 孟加拉国的世界杯比赛前称 外场为糟糕 研究显示 COVID-19大流行 导致了青少年体育活动 和屏幕时间的变化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报告 加拿大的青少年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体育活动水平显著下降 而屏幕时间增加 男孩的体育活动水平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女孩的问题仍然存在 报告建议需要采取措施让女孩更多的参与体育活动 符合每天少于两小时屏幕时间 建议的年轻人数量也大幅下降 根据专家的说法 改变这些新习惯将需要努力 因为早期的屏幕时间使用预示着以后的屏幕时间使用 安东尼 普拉特是谁 特朗普向澳大利亚透露了敏感信息 英国独立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否认与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东尼、普拉特分享敏感的核能信息 据称后者随后将其分享给了前澳大利亚总理和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士 据报道 这些信息包括美国核动力潜艇及其武器的详细情况 据称 普拉特是纸张和包装公司VIC和Pred Industries的主席 他向至少45人透露了这些信息 其中包括10名澳大利亚官员和3名前总理 特朗普对这些指控表示荒谬和虚假 但承认他经常吹嘘美国的军事装备 众议院共和党混乱局势持续 9名共和党人参选议长 英国独立报 9位新候选人加入了竞选众议院共和党下一任议长的行列 此前众议员吉姆、乔丹失去了支持 并被排除在提名人之外 新候选人包括杰克、伯格曼、拜伦、唐纳德斯、汤姆、埃默尔、凯文、赫恩、迈克、约翰逊、丹、麦瑟、加里、帕尔默、奥斯汀、斯科特和皮特、赛申斯 共和党人将于周一返回 参加候选人论坛 选举程序将于周二上午开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总结和分析 首先 青岛啤酒的尿皮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警方已经控制了相关人员 并进入调查 尽管视频中的人人和地点存在争议 但这一事件暴露了食品企业管理漏洞和食品安全风险的问题 作为消费者 我们应该对食品质量和安全保持高度警惕 同时也要加强监督 接着我们关注到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访美行程 这次访问是为了为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的会晤做准备 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和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纽森表示 该州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也是对全球合作的一种呼吁 此外 海底捞招聘启示中的封闭招聘事件也引发了争议 虽然公司表示是招聘管陪生而非传菜员 但这一事件提醒我们要警惕招聘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和屏幕时间的变化 Covid 19大流行使得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水平下降 屏幕时间增加 我们需要采取措施 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 并合理控制屏幕时间 最后 张子怡和汪峰的离婚消息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们表示这是成年人共同的决定 并承诺以亲人身份共同抚养孩子 离婚是一种个人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ead.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深圳机场大面积延误后续 遭遇不明升空物 纳斯达克 标普500指数 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暂突破5%后危涨 今日股市新闻 河南故事执法人员带人偷红高粮 两人被刑拘 企业力推明确化石燃料淘汰计划 WPP旗下的媒体机构 解雇了一名在上海工作的高管 该高管面临贿赂指控 已经是第20天了 还没有选出众议院议长 而一些低级别的人开始争夺这个权利 请大家收看 WPP解雇被中国警方拘留的高管 彭博社 WPP周一发表声明说 该公司已解雇中国警方 突访其办公室后 拘留的涉嫌受惠高管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广告和传媒公司 没有公布该员工的姓名 仅表示 此人是其媒体交易子公司群一的高管 WPP还表示 公司已对该事件展开内部调查 并切断了与警方调查相关的 异商业团体的关系 WPP也为公开后者名称 我们绝对致力于 按照法律和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行事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在我们的业务中做到这一点 WPP发言人在声明中写道 彭博新闻周五报导称 上海警方突击 搜查了WPP的办公室 并拘留了群役的一名高管 和公司两名前雇员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在其微博上发文称 2019年至2023年2月 迪某 姚某 洪某三人 在某广告公司任职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巨额贿赂 警方指上述三人 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刑事拘留 WPP表示 正在配合中国警方 但无法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发表评论 深圳机场大面积延误后续 遭遇不明升空物 综合新闻 10月23日晚 深圳保安机场出现航班大面积延误 延误比例一度高达95% 非常准L信息显示 近8架次进港航班盘旋后 分别被降广州和珠海机场 10月23日晚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 发布情况通报称 23日晚 因机场周边出现一不明升空物 为确保飞行安全 深圳机场部分航班运行短暂受限 目前 深圳机场进出港航班运行已恢复正常 因此 给旅客出行造成的不便 深表歉意 机场周边进空区 严禁升放各类空飘物 造成严重影响 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河南故事执法人员 带人偷红高粮 两人被刑拘 综合新闻 针对网传有执法人员带人偷高粮 中国河南故事官方通报正式事件 警方已将涉事人员行政拘留 综合红星新闻和央广网报道 一段河南故事县三河监阵执法人员偷高粮 还是巡逻执法 的视频于星期六 10月21日在网上流传 视频因为无人机拍摄 视频显示 在一片成熟的高粮地边 一名头戴帽子的人手持类似剪刀的工具 剪断高粮碎后 扔向身边的桶内 不远处有一名身穿制服 对手站立的男子 两人发现有无人机后 立即停止行动 视频还显示 现场当时停着两辆车 其中前车身印有巡逻二字 车顶配有一丝警灯 后车为一辆家用休旅车SUV 头戴帽子者将装高粮碎的桶 放入家用SUV后备箱后 走向有巡逻字样的车 穿制服者则进入SUV驾驶室 发动车辆 三河监镇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 星期天10月22日证实 视频中被拍摄者 为当地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对于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为何会跑到高粮地巡逻 该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正是高粮收割季节 为防止群众偷盗或随意检视高粮 当地行政执法大队人员 会进入高粮地周边巡逻 对高粮地进行管理 但三河监镇人民政府 星期天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称 10月21日下午 三河监镇日常巡逻发现 港口村与古影村交界处的高粮地 有人正在减高粮碎 后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是三河监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 殷某视频中身着制服人员 三淮村村民张某到高粮地到减高粮碎 通报指出 公安机关目前已对殷某某张某依法行政拘留 三河监镇纪委 接下来将对涉案党员干部 严肃追责问责 依法依归处置 纳斯达克标普500指数 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暂突破5%后危涨 今日股市新闻 雅虎 周一 标准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短暂上升至5%以上 随后回落 投资者越来越接受利率将保持较高水平的事实 导致股市出现了涨跌互线的局面 债券持续抛售和对中东敌对行动升级的担忧 正在对市场产生压力 市场正在等待大型科技公司在本周推动季度财报季 石油巨头雪佛龙 Sharon的股价在盘前下跌3% 应该公司宣布以530亿美元的股票价格 收购其较小的竞争对手赫斯 Hass 这被视为其在贵亚纳扩大业务的一项举措 在其他交易新闻中 罗氏Rosch已同意支付71亿美元 收购泰拉万特 Telvant 这家常盗药物制造商 由辉瑞 Pfizer和罗伊万特科学 Rawent Sciences共同拥有 后者的股价上涨了近12% 企业力推明确化石燃料淘汰计划 金融时报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雪佛龙已同意以530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 收购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赫斯公司 此举发生在发达国家寻求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美国能源行业整合之际 预计该交易将在2024年上半年完成 需获得股东和监管机构的批准 与此同时 包括阿斯利康 英国电信 雀巢和联合力华在内的130家全球企业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世界领导人 在下个月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达成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时间表 这些公司认为 他们已经感受到并承担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和成本 并呼吁全面淘汰未减排的化石燃料 并在本十年将排放量减少一半 然而 各国对于淘汰化石燃料的时间表存在分歧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反对此举 而作为主要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的阿联酋表示 认为到本世纪中业应该逐步减少 已经是第20天了 还没有选出众议院议长 而一些低级别的人开始争夺这个权利 多伦多星报 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目前没有议长 有9名议员正在竞选该职位 该党在执政方面面临危机 因为功能失调和激烈的内斗阻碍了国会的正常运作 如果在11月17日之前 未通过资金立法 联邦政府可能面临停摆 而乔·拜登总统已要求国会提供1050亿美元的援助 在友好外包的推动下 全球贸易分歧加深 日经亚洲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 由于各国将重点放在政治上相容的伙伴上 国际贸易正在分散 导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放缓 WTO将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测 从1.7%下调至0.8% 这种转变部分是由于通胀引起的经济逆风 尤其是在欧洲 但也反映了全球贸易动态的全球性转变 这是由经济安全问题推动的 各国正在重塑其供应链 以基于友好国家或地区 特别是在半导体等行业 这种贸易分散可能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 和分销网络变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它可能会将全球GDP减少多达7%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称 与去年同期相比 衡量贸易伙伴多样化的指数 在1月至3月期间下降了5.8% 表明贸易流向正在基于政治价值重新定位 这一趋势被称为友好定位 存在政治分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 受到了影响 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出口 实施限制措施 以及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制裁 美中两国在1月至3月季度的贸易 占其总贸易的11.9% 比两年前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乌克兰在截至3月的一年中 其对欧盟的贸易依赖增加了20.5% 而俄罗斯减少了对欧盟的依赖程度5.6% 并将其与中国的份额增加了3.7% 台湾也将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程度减少了2.7% 澳大利亚将其与中国的份额减少了2.2%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如何威胁全球变暖行动 纽约时报 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威胁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该地区资源丰富 让各国更倾向于确保石油和天然气供应 而不是过渡到非化石燃料 目前的赢家是武器和石油生产商 防御股票上涨 油价上涨 这场冲突以及其他地人政治紧张局势 可能会给计划于11月在阿联酋举行的气候谈判带来复杂性 阿联酋是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 中国打击东南亚网络诈骗 但保留网络结构 外交官 强大的中国犯罪团伙正在东南亚运营网络诈骗网络 陷入其中的成千上万人 大多数是中国人 尽管当局已经在打击行动中抓获了数千名个人 但专家表示 他们未能根除将继续运营此类计划的当地精英和犯罪网络 这个问题目前对北京来说是一个尴尬 普通中国人现在害怕前往东南亚 以防被绑架或成为网络诈骗行动的受害者 年轻人被吸引到柬埔寨或缅甸 承诺高薪工作 结果发现他们被迫充当骗子 表现不佳的人经常遭到殴打或受到体罚 比如被迫跑步 今年8月 中国、泰国、老挝和缅甸成立了一个联合警务行动中心 以解决该地区的网络诈骗问题 但问题仍然存在 日中友好条约45周年受到新的紧张局势的影响 日经亚洲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5周年纪念活动 被辅导核电站废水排放和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拘留的紧张局势所掩盖 今年活动没有官方出帅 日本首相和中国总理只是互相交换了贺电 日本呼吁中国在建立稳定关系方面合作 而中国表示愿意与日本共同缓和条约精神 日本商界正在推动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 以解决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乌克兰 最新消息乌克兰医务人员在前线拯救生命的血腥故事 英国每日电讯 电讯报的每日播客乌克兰 最新消息提供战线最新动态 并重点介绍了靠近前线的乌克兰医疗专业人员的工作 播客邀请了作家和历史学家贾斯汀 马罗奇 扎斯汀 他曾在乌克兰与移民海上援助站MOS一起做志愿者 并描述了他所见到的稳定点 奥克萨纳 特洛杨博士也谈到了在医疗撤离工作中的经历 而贾斯汀则讨论了医护人员撤离受伤士兵的经验 该播客旨在提供对乌克兰战争的分析 实时反应和地面报道 左翼分子在极右翼米莱未能赢得选举胜利后庆祝 未报 阿根廷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哈维尔 米莱在该国总统选举的第一轮中未能获胜 被中间派对手塞尔吉奥马萨击败 佩罗尼斯特派财政部长马萨获得36.6%的选票 而米莱则获得29.9%的选票 两人将在11月19日的第二轮决战中再次对决 领先的拉美左派人士庆祝米莱的失败 哥伦比亚左派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在推特上写道 阿根廷已经击败了野蛮主义 巴西左翼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 也对此结果表示纪念 坦桑尼亚的DP World 这家阿联酋公司正在接管非洲港口 雅虎 作为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交易的一部分 DP World将在坦桑尼亚管理达雷斯萨拉姆港的三分之二 为期30年 该协议是在围绕该交易的紧张局势之后达成的 反对派批评者声称该交易违反了该国的宪法 DP World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收入增加两倍 并将船只通关时间从目前的平均12小时缩短到60分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内容丰富多样 首先是WPP解雇了一名被中国警方拘留的高管 接着是深圳机场大面积延误的原因 然后是河南故事执法人员偷红高粮的事件 接下来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 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后危涨 之后是企业力推明确化石燃料淘汰计划 接着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的紧张局势 然后是全球贸易分歧加深的现象 接下来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 对全球变暖行动的威胁 然后是中国打击东南亚网络诈骗的努力 接着是日中友好条约45周年的庆祝活动 受到紧张局势的影响 之后是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动态 最后是阿根廷总统选举的结果和DPWorld 接管坦桑尼亚港口的消息 这些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讨论 首先 WPP解雇中国警方拘留的高管 这表明公司对合规和道德的重视 但也引发了对该员工的好奇和猜测 其次 深圳机场延误的原因 是因为发现了一不明升空物 这引发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 但也反映了对安全的高度重视 再次 企业力推明确化石燃料淘汰计划 这是对气候变化的回应 但也需要国际合作和政治支持才能实施 最后 中国打击东南亚网络诈骗的努力 显示了中国对维护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决心 但也需要进一步努力来消除这一问题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简要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相信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和探讨吧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再有人质或是 红十字证实哈马斯释放人质身份曝光 成都重州被恶犬撕咬女童已转出ICU 河北摊贩护殴 有人被打至不省人事拖走 特朗普支持者将拒绝众议院议长的头号候选人 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特朗普在集会前遭到抗议者高喊关进监狱的嘲讽 实际上 推翻一场你知道自己一方输掉的选举更糟糕 请大家收看 成都重州被恶犬撕咬女童已转出ICU 综合新闻 10月23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了解到 10月16日被狗咬伤女童经医院积极救治 10月23日已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目前 该患各项检查指标均明显好转 一时清醒 能自主进食 于23日11时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另据爱德人民日报消息 截至23日上午11时 华西医院人工缴费窗口收到预交金 共计22万元 目前已使用近6万元 再有人质获释 红十字证实哈马斯释放人质 身份曝光 美联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称 哈马斯武装分子 已经释放了他们在加沙地带扣押的两名人质 这是该组织第二次释放在10月7日 越境入侵以色列的血腥行动中扣押的人质 以色列媒体确认 这两名人质是以色列尼尔奥兹集体农装的 约切维德·毕夫西茨 You have it live sheets 和努里特 酷破 No eat cooper 河北贪贩互殴 有人被打至不省人事拖走 综合新闻 河北邯郸市从台区康德夜市上周六22日发生一宗欧人事件 当地警方赶到现场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并对打人者展开进一步调查 事发当晚 大约在90%左右 两组商贩因贪胃问题发生口角 为几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目击者指 双方情绪激动 有人甚至被围殴无法动弹 从网上流传影片所见 两个商贩被四名持续猛烈踢打 其中一个商贩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被人拉着脚紧撕扯头发 事后 警方赶到现场处理 消息指 九名涉案人士全部归案 特朗普支持者将拒绝众议院议长的 头号候选人 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的盟友们正准备拒绝最高级别的 众议院议长候选人汤姆 埃穆尔 引发了人们对没有候选人 能够统一支离破碎的共和党的担忧 有人担心 共和党议员可能不得不与民主党合作 确保这个空缺得到填补 自13日以来 众议院一直没有议长 当时凯文 麦卡锡在216-210的投票中被罢免 这九位候选人被给予几分钟的时间来展示自己是最佳的议长候选人 预计星期二上午将进行闭门投票选出下一位候选人 特朗普在集会前遭到抗议者高喊关进监狱的嘲讽 英国独立报 唐纳德 特朗普抵达新罕布什尔州申请该州共和党初选时 受到一名抗议者高呼关进监狱的欢迎 特朗普于周一申请参加2024年选举 并有望就他正在进行的法律斗争以及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发表讲话 特朗普仍然是几项活跃的法律调查的焦点 包括司法部对他处理美国机密和对美国国会大厦袭击的起诉 尽管面临这些法律挑战 特朗普仍然是2024年共和党提名的热门人选 实际上 推翻一场你知道自己一方输掉的选举更糟糕 华盛顿邮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律师希德尼 鲍威尔保持距离 鲍威尔上周在乔治亚州富尔顿县被提起的指控中认罪 特朗普声称鲍威尔从未是他的律师 尽管他在2020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 被介绍为代表特朗普总统和代表特朗普竞选团队 然而 特朗普此前曾考虑任命鲍威尔为特别顾问 调查选举舞弊指控 特朗普的另一位律师肯尼斯 切斯布罗上周也认罪 据报道他不相信选举被乔拜登窃取的大谎言 加文 纽森希望将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法规推广到全球 纽约时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采取了重要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签署法律 禁止到2035年销售新的汽油动力车辆 并在2045年停止向大气中添加二氧化碳 批评人士认为 他的一些气候政策不切实际 可能会破坏能源供应并增加电费 对广泛认为 将在2028年竞选总统的纽森 正在与中国省份谈判气候协议 以出口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政策和技术 以色列最新消息 军方警告不要谈论释放人质 雅虎 以色列军方警告称 地面入侵加沙地带的行动即将开始 此前他们宣布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空袭 并在该地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突袭行动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利表示 尽管以色列正在努力确保人质的释放 但最好还是等待官方声明 有报道称可能会释放多达50名人质 美国已经向该地区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 并在周末击落了从也门发射的 疑似朝以色列飞行的导弹和无人机 与此同时 由于与哈马斯的冲突导致的后果 以色列的货币和债券 在该国央行将利率维持在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并下调了今年和明年的增长预测后进一步下跌 阿根廷选举 马萨的渐进方法对比米莱的激进计划 彭博社 阿根廷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塞尔吉奥 马萨和哈维尔 米莱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各个问题上 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是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 经济体中国家角色的看法 考虑到佩隆主义在国会中的支持 马萨的计划被认为更具政治可行性 然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阿根廷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政策 马萨加深了阿根廷与中国和巴西的外交关系 而米莱则希望改善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米莱否认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而马萨则承诺推动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环境政策 查尔斯国王要求普拉特停止向慈善机构以外的人支付款项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东尼 普拉特声称在秘密录音中 皇室顾问要求他限制对查尔斯王子的付款 以避免出现任何不当行为的形象 录音显示普拉特讨论了他的财务交易 并希望培养像王子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对他未来有用 普拉特声称 查尔斯的助手联系他说 付款应限制为对王子慈善机构的捐款 因为查尔斯不想拖累王室 对于向查尔斯支付的款项的兴致尚不清楚 白金汉公对此事未回应 多年来 普拉特向查尔斯的慈善机构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并与王子保持友好关系 亿万富翁还在录音中讨论了 与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关系 但特朗普将这些说法称为假新闻 碧桂园债权人寻求信用违约互换 CDES裁决 以确定违约事件是否发生 彭博社 信用衍生品决策委员会被问及 碧桂园控股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是否会触发与开发商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掉期 该公司最近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并且30天的宽限期已经过期 碧桂园是全球负债最高的建筑商之一 总负债达1860亿美元 其债务现在以几分之一的价格交易 巴西校园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南华早报 周一 一名枪手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所学校开枪 造成一名学生死亡 另外三人受伤 这名枪手是一名就读于该校的十几岁男孩 他近距离开枪射击 导致一名15岁的女孩死亡 另外两名学生被枪击并受伤 第三名学生在逃离袭击时受伤 枪手已被逮捕 巴西最近发生了多起学校袭击事件 促使政府宣布采取措施加强学校安全 并打击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学校暴力的内容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简报 在我们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件 首先 成都重州被恶犬撕咬的女童 已经转出了ICU 情况有所好转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希望它能够尽快康复 另一方面 红十字证实 哈马斯已经释放了两名 在加沙地带被扣押的人质 这是该组织第二次释放人质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然而 以色列军方警告说 定恋入侵行动即将开始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 在国内新闻中 河北邯郸市发生了一起 贪犯户殴的事件 导致艺人被打至不省人士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我们希望当地警方能够彻底调查此事 并给予受害者公正的处理 在国际新闻中 特朗普支持者拒绝了众议院议长的头号候选人 这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这显示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动荡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此外 加文 纽森希望将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法规 推广到全球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并采取行动 最后 巴西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 我们希望巴西政府能够加强学校安全 确保学生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析 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谈到这个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我们谈谈最近因为 哈马斯跟以色列这件冲突 引发所谓的反犹太人 不是说反穆斯林 这个犹太人跟穆斯林 这个我实在是不敢讲话 因为我懂得不多 当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懂得不多 所以这问题很敏感 我也不大敢谈 不过最近因为 这尾巴勒冲突之后 在芝加哥发生 我想很近年也知道 一个六岁的美籍的巴勒斯坦儿童 被刺杀 审生亡 这个实在是还有最近 因为很多大学校园里面 包括从哈佛 都是很多名校 都是Everly的名校 长日的盟校里面 很多亲巴勒斯坦的组织 起来发言 甚至很多学生因为挺巴勒斯坦 拿到了法律事务所 律师合伙人的工作机会 都马上都变没有 马上被撤销 都弄取消 恒金怎么看待 我们怎么样的看待 所谓最新的反 所谓的美国哈勒斯坦 或是反这个穆斯林 到底怎么办 我也没什么办法 实际上是 确实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观察了 这个突然发动了 这个战争 这个一下杀了 这个巴勒斯坦 这个杀了以色列人 一千三百多人 当然了现在呢 现在已经说呢 这个双方死亡呢 现在超过了 今天上午报吧 五千三百多人 所以应该说呢 现在五千三百多 现在呢 应该说这个杀 被杀的巴勒斯坦人 那些男人越来越多 已经接近四千了 后续呢 还会更多 这点呢 是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在当初啊 这个刚一开始时候啊 刚一发动这个 以色列开始被打的时候 我们这个社区啊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蒙高梅康体 就是在马里兰这个社区呢 实际上是这个 犹太人呢 是大量聚集在这儿 像我们 我刚搬过来 十几年前 刚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呢 除了美国的法定 这个休假 只有犹太的 每年有两天 有两天呢 是犹太休假 这个 因为这个 学校呢 学校要停课 学校呢 这个公校 公立学校都会为 犹太的节日 要停课两天 所以其他的民族呢 都 就都要跟着就放假了 当然学生很高兴 放假了 但是呢 就是特意想象啊 这个犹太人呢 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社区呢 是非常多的 像我这个 这个出门啊 这边上呢 就好几个犹太的教堂 结果呢 在这个 上个礼拜天以后啊 就是一发动战争了以后 结果马上呢 这个 就是警察啊 警察就加大了 这个治安的力度 你就看这个 平时我们这 我们这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是最近呢 就在那个犹太 犹太教的那个 那个教堂拜托啊 因为他们在不断地要做 做祷告嘛 所以呢 这个外头呢 这个守卫的 这个警察呢 巡逻的就加大 加了很多的人 所以这一点呢 也会看到啊 很紧张 另外呢 我们看到像我们的朋友啊 共同的朋友 比如像那个 马居啊 这个在 在这个 网上呢 就特别激烈的 就开始 就是发表 他的这个 站在这个 穆斯林立场上 这个观点 当然他有 他也有一些 有一些变化啊 但是我确实 我对这段历史 前一段时间又看了 看了这个 秦辉 秦辉做了一个 两个多小时的 一个 一个 YouTube的一个节目 讲这个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这个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出来 做的 讲的非常详细 从原来的 两个国的法案 是如何如何的 一步一步的 这个 最后发展到今天 然后呢 这个马上就 方舟子就 跳出来了嘛 就开始说 秦辉 他质疑秦辉 这个哪些问题呢 这个是与事实不符 然后他也提了 他的一些观点 但是呢 我想 因为这个事情呢 确实第一呢 事实呢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因为 一会望左 一会望右 这个翻来覆去的 很多的问题 当然那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 激烈的一个火药 所以他不断地在变 这是一个 确实我 我不是这方面 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有一条 我不愿意看到 那么多的人 死去 被杀 我不愿意看到 那么多的人被杀 所以这一点呢 是 我想可能是 大家的一个同理心吧 就是 你自己不愿意 那你 你就是务失于人嘛 但是呢 这个回头 看到的 目前这一次 这个哈马斯的 这个对以色列的 这次的这个攻击啊 确实是 是非常的 非常的 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这回呢 刚才这个 何明提到的 在联合国的 这个表决啊 美国投了反对票 这里头其中有一条 他没有提 美国提反对票的 投反对票的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他认为呢 在这个法案当中 一定要加上 这个以色列呢 有自卫权 一定要加上 以色列有自卫权 如果要是有了 这一条 那就是说 那个 这个哈马斯 打以色列 以色列就可以打回去 所以被以色列 后续的 这个对哈马斯的 这个扫荡 然后提供了 这个法理依据 所以呢 最后他投了反对票 所以我 我确实没有这方面 但是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 这个战争 我不希望杀人 对吧 但是 当你要是 我们要设身处地的 站在那的时候 你要设身处地 站在那的时候 当你 最后我们自己的同胞 被杀害的时候 你是不是 能够去 再保持这个 这个同理心 再保持那个瓶颈 我 我不好说 我觉得我可能 可能做不到 我可能做不到 可能是因为是别人 因为不是我的同胞 所以我们可能站在 站在另外一个高度 但是呢 如果说是我的同胞的话 被杀害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一点啊 其实我们中国呢 也一样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有50多个民族嘛 然后呢 当我们通过 像最近呢 大家都在关注的是这个维吾尔人 最后弄到这个劳动营里头去啊 然后呢 最后呢 是这个大家都在讲人权的问题 对吧 都在讲人权的问题 但是呢 说讲人权的问题 有没有错 没错 把他们关到 把这个维吾尔人 关到这个劳改营去 有没有错 当然有错 用这种方式啊 我觉得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他要有一个公正的对待 但是呢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啊 这个我们在跟这个维吾尔人 在跟维吾尔族的一些朋友 原来都是朋友啊 大家一块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观点就有那么一批人啊 有那么一批人的观点呢 就非常的不平和 不友好 不友好 谈不下去 谈不下去 当然其中有一些维吾尔这个 这些这个专家学者啊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也讨论问题 他们也给我书看 去了解那段历史 但是回过头来 这个有一些人的极端的人就说 那我们现在就要杀杀杀 就要杀杀杀 所以 哎 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 你如果要杀杀杀的话 我肯定跟你就站不到一条 一条桌子上 所以那时候我 我完全同意啊 魏京生的一个 一个观点 老魏就是说 他那时候跟波利坤的一个谈话 就是说 你不能够希望我跟你和平的去平静的去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要以杀害我们汉人的包作为一个前提去建国 这个在这个大前提下 我没有办法跟你冷静的去跟你坐下来讨论问题 所以我想呢 这个谈话 我觉得我 我很 我很同意 我很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也是反过来给 给这个 给这个以色列人 犹太人 和巴勒斯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其实这样是一样 就跟我刚才说的 可能打呢 打呢 要不断的打下去 然后呢 打到一定程度 打不动了 又会不会不来谈和平 但只有到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有和平 那就是当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 都同意了 说打 永远也不会有建国 打下去 永远也不会有建国 也永远也不会有和平 那只有和平相处 只有平等相处 那就像我们美国一样 全世界有多少个种族 有多少个民族 我想美国就会有多少 那我们这也有种族 种族之间的这个 这个冲突 也有种族之间的 包括仇恨 都有 也有种族的歧视 但是大家呢 还基本上 都还能够承认 说相互之间呢 我们要和平共同 我们有一个基本 一个标准 所以我想呢 就当那个时候 就不打 当那个时候就不打 郭安教授 你从历史角度 我们怎么来看待 犹太尔人 跟这个穆斯林世界的相处 这是 不止百年啊 是千年的恩怨 千年的恩怨 这个也是 难以这个 有一个 简单的办法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你就像穆斯林 跟基督徒之间的 这个冲突啊 也是上千年的历史啊 什么十字军东征啊 这些恩怨都还在啊 所以所以这个相互之间呢 是仇 仇大 仇很大啊 然后相互造成的苦衍生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 呃 愿愿相报 而没有往好的方向走 比如说我们在回头 去看二 二零零年九一事件啊 那当然是这个 啊 这个穆斯林 他们的激进派啊 采取的这个啊 非常 遏制的手段 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个 平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这当然是 呃 应该谴责 甚至应该反击啊 可是后来美国所采取的 报复措施啊 那么无论是对 呃 阿富汗 或者是伊拉克 特别是对伊拉克 完全师出无名啊 那么这个对于阿拉伯世界 对穆斯林的一个伤害 也是非常大 那么他们对美国 对基督徒 对西方世界仇恨 也更深 而这是啊 如何能够解决呢 啊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呃 化解的一个 呃 历史上的恩怨啊 那么如果再讲到 呃 这个穆斯林 跟犹太人之间的仇恨 那么当然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但是 78年以前啊 以色列在这个啊 巴勒斯坦啊 重新啊 所谓建国 那么对于巴勒斯坦人 他的生存空间的压缩 而且没有同步让巴勒斯坦建国啊 那么这个就是站在巴勒斯坦人的立场 就是西方啊 也就是啊 基督徒啊 对他们的一个歧视 那以色列他的穆斯林啊 跟跟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70年来是没有间断的 而相互大规模的战争就发生过五次 然后呢 这个平常的各种零星的冲突不计其数啊 那么这次又添加新的异章 那么这是50年来啊 啊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攻击造成最大损害的一次啊 那么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 那就是啊 巴勒斯坦啊 就是不能够建国 然后这个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必须彻底消灭 不管你是 纯军人还是啊 啊 这个民众都是应该彻底消灭 让以色列能够长治久安 但是能够长治久安吗 你即使到了这个啊 你的地面部队 到了这个加沙啊 你去把这个啊 巴勒斯坦啊 不管他是武装的哈马斯 还是这个平民 你造成十万二十万的损伤 那么这个就可以消灭哈马斯吗 也是消灭不了 而且更加深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仇恨 那么今天也许他会被受创于一时 但是三年五年之后 他又是一条好汉 又是来对以色列采取攻击啊 所以这是永远没办法化解的问题嘛 越是用强烈手段对付对方啊 那么招来的反残和反击是越加强大 然后你冤冤相报 就是让仇恨像螺旋一样不断的上升啊 啊 那每一次啊 这个对对方的攻击和压迫都会啊 在这个啊啊 这个仇恨圈里头啊 回旋圈里头再增加一圈啊 再增加一圈的将来这个反作力啊 也必然是更大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绝对不是啊 这个各方啊 自己能够解决的 因为以色列也好啊 这这个啊 这巴勒斯坦也好 有些民理的人 他就觉得应该啊 相互啊 善意对待 然后化解恩怨 化解仇恨 然后重新啊 建立一个啊 能够把相互啊 和谐啊 以对待的一个关系 但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的不这样想 他完全做相反的一个啊 啊 一个盘算嘛 他就以仇报仇 以牙还牙嘛 啊 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就是永远啊 仇恨加深嘛 永远这个啊 对抗啊 相互的对抗加深嘛 不可能化解啊 啊 境外的国家啊 境外的势力 也是火上加油啊 啊 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 美国对以色列的一个啊 几乎是无保留的支持 当然是啊 对阿拉伯国家 对于啊 穆斯林来讲 他觉得是啊 美国是啊 另外一个邪恶啊 而不代表正义 那么现在这个俄罗斯啊 他们对于叙利亚的啊 这个支持啊 那么后来 或者中国介入啊 中东的这个这种啊 和解的一个过程呢 那么对于啊 其他的啊 中东国家来讲 未必就能够苟同啊 啊 那么以色列可能 更有不同的意见呢 那么这境外势力啊 对于中东地区啊 是火上加油 而没有发挥太大的一个 劝阖的作用啊 所以内外交逼之下 这个穆斯林啊 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在千年啊 仇恨里头 继续仇上加仇 我想最重要的啊 要画给之道 就是啊 遏制的一个内部啊 不要这个再去啊 制造对方啊 在我们之间的仇恨值啊 所谓仇恨值就相互仇视对方啊 不要自己人啊 在不断的升高的仇恨值啊 因为仇恨值已经高到啊 无法这个啊 相互并存的一个局面啊 所以应该是降低仇恨局 然后有心人士应该多多的去啊 传播啊 双方能够和解啊 能够和平相处的一个啊 啊言论啊 更重要就是方法要不断提出来啊 这方法一定要积极性的啊 互助性的 而不是破坏性的 消极性的啊 你比如说 哎 这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囤恳政策啊 居住区不断扩大政策 是不是合理啊 然后你不断的围堵高建筑高墙的围堵巴勒斯坦人 是不是让巴勒斯坦人走投无路 他们只能向激进派啊 这个靠拢 这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啊 恶性循环的问题呢 所以这些都应该啊具体问题具体来这个啊 应对 然后提出啊各种化解冲突和仇恨的办法 这办法呢 希望能够透过政治的说服过程呢 成为政府的政策 然后能够落实 然后长久之后 也许啊 能够经过一个良性的互动 而啊稍微化解啊 这个严重的冲突和仇恨 何平你有没有什么妙方啊 纽约是除了以色列之外 全世界单一个城市犹太人最多的地方 国生教授啊 反复提一个词啊 叫极端 就是双方的极端 那么重新反复讲一个词 我不懂 其实呢 我不懂是很诚实的说法 不要说我们这些人不懂 你就是问一问啊 这个中东的朋友 以色列的朋友 真正跟他讨论起来 他说 他也糊涂糊涂了 因为这一切你的恩怨怨 你已经扯不去 到底冤的头在哪个地方 对吧 是你当年的 宗教的信仰的问题 还是你英国这个殖民者 查下的一个麻烦 还是你美国啊 当警察没有当好 过分的偏帮 还是说你的巴勒斯坦的极端恐怖组织 伤害的太大 那真的是你可以列出 量化出来 可以列出很多很多的标准 就像这个 1972年的那一次的 慕尼海的奥运会 在全世界的关注之下 支援就是十几名 以色列的运动员和教练 就是被恐怖分子杀害 对吧 那你有起码的同情心 你那个时候都会支持理解 这个以色列 但是后来以色列又采取 一系列的暗杀行为 而且有些地方暗杀错了 而且有些地方暗杀的人呢 是这个 跟美国政府有密切交往的人 因为以色列那方面 激进分子担心了 如果你这个巴勒斯坦 跟美国政府有高充对话 那我们得跟以色列和 这个美国的关系 就会受影响 所以你不是看一篇文章 或者是看一个视频 你就能够把这个 雷能吃败搞清楚 你可以说 如果你看一篇文章 你可能还觉得 你掌握了真理 你看了两篇文章 你可能掌握了事实 如果你看第三篇文章 我基本上 因为你就应该糊涂了 因为这件事情讲白了 讲白了 那我是以色列 不少的朋友 那么巴勒斯坦 我几乎没有朋友 好像一个都不认识 所以这次恐怖事件发生了以后 我最担心的就是 我最好的几个朋友 我就赶紧跟他们联络 幸福他们没有一个有问题 有一个在外面的机场 不在以色列 当然是放下行人 这段时间也是他们不断地跟我 传的这些消息 如果从情感来讲 那毫无疑问我更多的是同情 现在的这个以色列 那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长期的纠葛 让我们问一问我们的这个良知 问问自己的判断力 如果真的是讲起来的话 我最业务的是两个方面的极端分子 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 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对方 这就是极端分子 就是极端分子 你真正公平一点的讲 两边都有处理的不同的地方 才会产生这种恩恩怨怨 那么你也不能说是各大五十大把 这么一个合作老爷 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事情你真的是讲不清楚 对吧 宗教的事情 政治的事情 殖民地的事情 地域政治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搅在一起 但是我在目前来看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是不是会产生人道危机 这个是 所以为什么 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 刚才这个红星说 有一条 就说以色列有自卫行动 其实那个决议里面 并没有否定 这个以色列有自卫行动 这是符合国际法的 而讲人道主义 恰恰就是承认了 你有了自卫权 即使说要注意人道的问题 因为现在人道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 有这么多的人质 还没有抢救出来 第二方面就是 有这么多的这个平民北姓 他们是无辜的 他们是无辜的 以色列的军力 因为他根本就不用担心了 他也不是俄罗斯 对不对 虽然他很多都是有神话的地方 进去地面部队 确实也会遇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是问题是 进去引逸 出人来 不是说你真的不能彻底出来 而是说呢 整个造成的伤害 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下去 因为 哈马斯 你可以说 跟巴勒斯坦人不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大一化之的事情 就像 塔利班和阿富汗 塔利班和巴基斯坦 你真正仔细去看呀 你就会发现 那一种塔利班的来源 为什么后来美国 没办法把他战胜 就是因为 不能说他跟阿富汗老百姓 就全部一样 但是他很重要的基础 他就是一个信仰 他就是一个情绪 他就是一个群体 所以这样一种混战 在一起的时候 他兵和民族分不清楚了 你在这个时候的报复 就给以色列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以色列了 以色列现在这口气不出 对吧 他是没办法 这个站着去脚 他累不到把不拼 不要说 他在国际上的这种厉害的地位 他是吐了一口气 现在死的巴勒斯坦人 应该是超过了这个以色列人 但是从情绪来讲 他还有没有这个平顺 所以有人说 就是说几乎地面部队 很有可能就会进去 很难改变 美国在这方面的这种立场 又令人担忧 现在在美国各个大学 社会上这种 这种一众的程度 昨天是美国国务院 发布了这个警戒的通告 要求所有的公民 国民在全球旅行的时候 要特别安全 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通过今天 我跟大家讲这个话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尤其是美国国民 或者是美国绿卡 对吧 或者甚至你到美国的旅行 不要到这个游行的现场去看 因为有时候就会产生冲突 你至于说法国已经禁止 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游行了 法庭已经做出这个决议了 你要做就是违法 你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就是无辜在里面 就受到伤害 有的人就是受媒体的影响 对吧 尤其是受这种极端理论的影响 对犹太人的仇视 对穆斯林的仇视 对我们来讲都是不能接受的 我既不是穆斯林 这个又不是这个犹太教的信徒 但是呢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就是你们能不进行战争 能不进行仇恨 就是好的 这个反完这个反尤跟反穆斯林 我们谈谈下一个话题 已经时间过得拉一点长了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转发订阅